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呢 放长假 前一天 接下来放四天假对不对 开低 要调节卖压 很正常嘛 放假之前 可是尾盘又往上拉 这个地方出现大量 那除了MFCI调高权重以外 另外有一些股票 尾盘往上急拉 光学股 全部往上走 大涨了一段了 还在涨 那你说这里 它是多头 还是空头 我希望你有大额资金了 你好好的规划 趁这四天 你好好想一想 过年前 大盘涨了500点 春节之后 又继续涨400点 我知道很多投资人都没赚到钱 看农资就知道嘛 而且看农券呢 我知道还有不少投资人 他是赔钱的 你看农资了知道吗 那你看农券 这个行情 他是法人主导的行情 还没有结束 台湾你看它涨这么多 我要跟大家谈 全世界来讲 台湾涨幅还是最少的 你看上海上阵指数涨多少 你看道琼涨多少 你看韩国涨多少 你看恒生涨多少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 你要好好的规划 接下来四天假期 我们优惠胜最后一天 你好好想一想 那很多股票涨一段了 没有必要去追价 但是你重新的 再寻找股票去做卡位 把大盘放下抓稳了 选对主流股 像这一波光学股一路几涨 对不对 你就算春节之前来不及买 春节之后你也赶得上嘛 因为他在轮涨 一档一档做 一支一支做 从低档去卡位 今天拉回盘要注意什么 有几档股票 我提醒大家 这个周末 如果刚好你在家看电视的 听一听注意一下 今天钟蕊 今天大半开架 他今天一开盘 就往上走了 我跟大家谈这一档股票 什么意思 我们去年11月 我是不是说在11月初 在这个地方我们布局志义 布局钟蕊 志义这里涨了五成 再五成对不对 但是钟蕊这里 涨了五成以后他在整理 志义二月份往下拉回 他去一杯嘛 要整理对不对 放中蕊往上走了 这是什么概念 这叫轮涨 这两档股票都是同样 5G做中小型机地台的 同样的在11月初这里 开始涨 这一段 为什么他又涨50% 因为这一段 换空了很多 卷资比很高 所以再高50% 这一段就去一杯 这样是不是转波段 所以我要跟大家谈 我再度提醒 如果说你说你资金金额 不多 没有关系 你只要低档卡位往上涨 你把股票全部出清嘛 你这一段你不赚也没关系嘛 这里又起掌 我要讲的是一个 第一个低档卡位 第二个轮掌的观念 没有追加 横盘整理对不对 另外呢 今天除了注意中卫以外 他现在老的盘了 去买五千 挤我挤我挤我拌 才七百多张 这不是低价股 三百二 一张三十几万 七百多张 最往上拉来带亮嘛 今天成交一万多张 今天文贸洗盘 他也是拉尾盘 所以你说这些股票呢 结束了没有 内行在看门道嘛 我们看文贸 从这个地方 一月初对不对 一百一到一百三 我说过我带会员买在这个地方 会员都在看 突破一百三 我们就奏教不买了 我们平均成本大概是一百二 这里是重挫 这样是不是底部区 你不要看这里一百九 一定三百三是热的 落到线八十几块 大概跌了七成 所以从这里 这是底部区对不对 这是不是很好买 就在这里卡位嘛 然后往上就是坐轎嘛 起五成 今天还拉尾盘 而且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量缩 代表什么 代表他有可能还会创新高 对不对 筹码稳定嘛 他对三百几块热的 我等一下会拿 比较时间比较长的位置 我让你看什么叫做重做主题 再看看郁金光 在今天大会盘上去了 这里六天有三支掌停 你说他会不会创新高 那郁金光从哪里掉下来呢 从五百八 郁金光刚起掌的时候 从五百八一路跌跌到一百六十二 我记得我拿这张图的时候 我跟大家谈什么 我说我的操作理念 对不对 我是拿这张图跟你讲 很多国家一百块来到三十块 三百块来到一百块 这五百块来到百块 是一样跌掉的七成 我帽来从三三四跌到八十六 这就这样有够差吗 在这个地方右脚 他足底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敢买 你认为他会破底 那如果这里大空回补呢 如果这里法轮买进呢 他往上可能展倍数嘛 这是激励问题 你要看得懂法轮在做什么 你才赚得到钱嘛 你捅不过一杯 不过你也捅五千 这郁金光这个叫重挫 竹底对不对 从这里开始起掌 现在的位置在哪里 现在三百二嘛 现在位置在这个位置啊 但是你这一段 可以转起来对不对 那后面还有没有 有机会哦 他今天拉尾盘嘛 那你说呢 可以占多少 有没有机会赚一倍 慢慢看嘛 但是重点在哪里 我说你要认同我的操作理念 我的操作理念非常简单嘛 对股你说到现在 只买跌生横盘足底 筹码稳定的成长股 筹码稳定 这里为什么没有破底 到股东回补 法人在加码 很自然的公布力多 就涨上去了嘛 文帽五成的链 郁金光五成 这就是操作理念嘛 哪一档去追价 大盘今天平盘 大盘没去 已经拉尾盘 文帽也拉尾盘 对这 到这 会不会再涨 今天拉尾盘有机会再涨哦 我说大盘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融资融券 很多投资的人没有赚到钱 因为融资在低档 因为这一波是法人主导的行情 法人还没有收手 今天外资又买进 再长假 要放假四天 敢买进的人 他一定有把握这个国际盘 没有问题嘛 是怎样去到处 又拉尾盘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融券 这是融资 这是涨这一段对不对 我们前面没跟上 但是这一段跟上了 这里卷资比多少 融资到昨天6198张 融券3800 这个卷资比达到高达63% 通常卷资比达到三成以上 就有机会嘎空 达到五成以上 几乎笃定嘎空 现在来到63% 所以我说很可惜 很多投资人在这一波 没有赚到钱 那比较遗憾的是 有些人还赔钱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行情 你看国际股市就知道 你看外资的买卖就知道 那最近这一波完完全全都是华人在主导 你要了解华人在做什么 华人在买什么股票 还有你的操作理念 你跟着我的操作理念去做 你认同我的操作理念 我每一档股票都是低档买进 你抓到基本面 技术面在低档 筹码大股通华人回捕 你不需要消息啊 看那么多消息干什么 你很自然的做教嘛 你如果会悬股的话 如果你很用心的 去悬股的话 能不能赚到钱 我说大而知今的 你要把握机会 像这郁金光 那五千了嘛 我帽也是往上涨了五成 我一生也是一样 我想这四天换假 跟春节不一样 春节大家都很忙 这四天换假 我相信 很多投资人在家里看电视 你好好想一想 认同我操作理念了 我希望你跟着我做 该给你的优惠 为办公室争取了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人在探紧 你要对着丁 你要赶快上车 把电话拨通 休息一下 开运印章 顶级手工银行硬件 东西匠 材质100种 期待章拍毛笔 免费婴儿立法 台北29226422 各印台不顾吴老师 会员手中持股 郁金光 回身 吻帽等等大掌 今天入会全面五折 在优惠22% 今天入会全面五折 在优惠22% 最后一天 刷开线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好看能在家啦 今日起身装 运达投顾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顾APP 货电02 227810909 27810909 二十二号那位先生 这位人力资源访查员 你要拜访吗 我有时候要通知啊 但可以不接受访问吗 先生 政府每月二十二日 那周办人力资源访查 是有原因的 为了了解多少人就业实验 才有实战的依据啊 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啊 消防资料 我们都绝对保密 人力资源探查 向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现场 为什么涨不停 钱太多嘛 全世界资金太多 美国FED想升高利率 把钱收进来 但是最近景气 他又有疑虑 他又不敢升了 所以全世界钱一直在流窜 这些钱他会找出路嘛 他会交给法人交给外资 帮他们操作嘛 所以你要了解法人在想什么嘛 那我知道法人在想什么 他找一些股票低档去买 尤其大股东回补的 如果你的成本跟法人的成本一样 你很自然做教嘛 那你不需要追价 因为这个地方 他就是轮涨 一档一档做 你看大股去到这 你没贪到钱 你也要烦恼嘛 那有一些股票在低档还没涨啊 不是每一档股票 都是涨翻天 一旦没涨的时候 大盘也涨一段了嘛 他是不是最近往上急涨 一档一档做嘛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很多投资人 包括很多老师 开始有空翻多了 开始在讲5G对不对 讲车用电子 讲人工智慧 但是这些 我去年11月就开始讲了 这是我去年11月的标题 这标题百分之百不能更改的 对不对 那时候买这些股票 11月初 这是制议 这80日 这40几 50对不对 我说他会创新高 大家切我笑的 我说他的力多在这里 他不只创新高 他还破百 这多少这80日 所以我说你资金金额大的 你要好好的去想 那目前还是有一些股票 跟当初在这里一样 这些股票都是轮涨 在低档区 然后你再看 制议从这里开始 有没有 我说你的思维跟法人同步的话 你的成本跟法人同步的话 是坐轿 是法人来拉台 在这边 所以你说拉回 也破队 这里是头部 怎么可能 他只是涨多了要整理 但是相反的 这是制议 从低档往上涨 这是换空 该赚了没有赚到 那你这里赔的 或是没有赚到的 在未来 三月份股东会回补行情 四月份除全息行情 不要忘了我刚刚讲 全世界资金太多 所以股票会轮流涨 那外资自然会帮那些有钱人 去找一些现金值率高的股票 或者低档可以布局的股票 一档一档操作 类似这样子 法人在赚钱 赏户在赔钱 这是制议 那我刚刚讲这里呈现一个轮涨 对不对 今天中壘 这里拉上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中壘之前 今天要拉起来这六十几点 这也是去年十一月初 跟志宜一样 这多少这五十付金 这会员扎扎实实赚到 这个地方都可以布局 然后往上走 往上走对不对 去年十一月 就在贪了嘛 这一档股票赚三成到五成 那你注意 这个大量区 这是法人买进 这是法人大福买进 所以这个地方 就变成它的成本区对不对 最近在这里做整理 它今天又拉尾盘了 所以你说这些股票 它是一档一档做 除了5G族群以外 今天郁金光也拉尾盘 对不对 今天文帽也是一样 这个叫洗盘 今年这些族群都还会涨 但是它会呈现一个轮涨 包括车用电子 像维生涨了88块了 你如果要10张 都要88万 物联网 它都会轮涨 如果你没跟上脚步 没有关系 你把握到轮涨 我再讲一遍 自一涨一倍 钟磊在这里 法人成本在这里 拉回这里支撑 他今天往上走带量 这是轮涨 一档一档做 把握机会 趁这四天假期 你把电话拨通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的优惠 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各映达特库吴老师 会员手中持骨 欲听光 回声 吻帽 等等大掌 今天入会 全面五折 再优惠22% 今天入会 全面五折 再优惠22% 最后一天 帅哥见 02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特库 好看 弄得家啦 即日起身装 运达特库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 运达特库APP 货电022-2781-0909 2781-0909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刚看到5G 对不对 车用电子的部分 会员都知道 观众也知道 我只操作两档 一档是维生 一档是胜利 这两档股票 它也是一样 呈现一个轮涨 我们来看一下 维生从低档区 从这里开始往上走 这是不是头肩底架构 这里是右肩 这个地方 我说过年11月 我们在操作制翼 操作中轮 跟不上脚步 没有关系 这个地方 它是整理了一个月 这个地方买 在支撑区买进 对不对 我说我的成本240 贵完都在看 2004 往上涨多少 88块 它从多少 从400多块跌了 一样 往下腰斩 剩三成 三成往上涨一倍 很轻松 尤其是种主体的架构 你说你11月 5G的股票来不及 这是1月份的事情 这个叫轮涨 对不对 我说你跟着我做 我绝对不会带会员 去做追涨的动作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 我们看文贸 这也是1月份 重挫对不对 跌期成 在这 11月 5G族群就开始涨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一档股票 一直在主体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卡位 不只讲一次 这个也是文贸 第二次 他是一路往上走 那这样涨 涨到最后涨多少 涨五成嘛 那是不是第一档卡位 霍林摩斯都一样啊 郁靖光也是嘛 是不是第一档卡位 他今天又涨 他从580跌下来的 这个地方 为什么不能买 就跟智义一样嘛 那买了以后呢 法人拉台 你就坐轿嘛 这基本的操作理念 那类似这一类股票 你看大盘涨了 看国际股市再涨 我说呢 像这一档股票也是一样嘛 还没涨啊 哪一档去追价了 那很多股票呢 你慢一天 你就扫转一整个波段 就跟之前 我们讲自身在这个地方 结果这个地方往上涨 你是慢一天扫转一波段 这一段多少 37%嘛 把握机会 趁这个假期 四天的休假 把电话拨通 把手续办好 因为这个优惠 是我特别争取的 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 把手续办好 下礼拜 我带你进场布局 第一档卡位 撞波段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